说它是马不停蹄的 那么你到日本去进修啊 主要是进修些什么课程呢 对你现在重新出击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我到日本去它是一个巧合 原本我就很喜欢日本 然后到那边只是去散散心 但是呢后来又觉得说 既然是要在日本待一段时间 写写歌 好像感觉上好像还缺少了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以一个艺人来说 它除了说可能有偶一段时间 它可以让自己去活动 去发展自己的那种 那种就是说做自己的事情 可能不像在台湾 都是走在路上逛街都会碰到歌迷 那所以我到日本去 后来我就决定说 既然要去逛要去玩 那我就觉得去到那边 应该是去学点东西 开始学制作编曲 就像刚刚讲的 有很多都是幕后工作的 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演唱会 我们知道这次潘美全的大陆巡回演唱会 你是负责他的幕后制作 那么谈谈当时的情形好不好 有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吗 比较有趣啊 我觉得一开始做的时候 是蛮意外的 后来我们做了将近有四十几场的演唱会 四十几场 然后出了比较偏远的地方 像哈尔滨新疆地带 我们没有去 他反应都很好啊 都很好 他每程只要到每一个地方 几乎都是反应都是一样 都是很热烈 那也第一次让我感到说 我站在台上 然后面对这么多人 有时候场地他可能是两万 或是说可能 比较小一点的都已经有六千四千 那所以你准备的一些表演 舞台的动作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那比较有趣的就是 他们会鼓动 就是那种人群的感觉 那种力量会鼓动 然后甚至于在 就是我们要出场的时候 他可能来到了说 是哪一辆车子出来的 我们是坐哪一部车子 那只要看到了 整个人群就围过去 然后就把整个车子 几乎都快抬起来 哇 那这样子 他们真的是很爱戴 这个潘美城 对对对 蛮好的一个经验 去了很多地方吗 去了很多地方 像大连 四川 武昌 很多很多大城市 好 那么我们暂时先谈到这儿 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好 潘协庆呢 是森林科的学生 所以我想在这里问他环保的问题是最适合了 请问协庆啊 我们应该如何对环保出一份力呢 其实我觉得环保并不一定说只有只森林 可能环保它连身体的 就是说健康问题 就是水土保持 保护地球 它也是属于环保 然后对于自己的心灵的亲近 看一些好的书 听好的音乐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环保 我突然间想起 这森林科跟你的表演工作 好像是两回事啊 完全不大 那你之前 我听说你之前是从事美发行业的啊 对对对 那为什么毕业之后没有学以致用呢 反而想到来唱歌 其实我有学以致用啊 我现在在唱歌 但是我开了三家在台湾 三家的发型屋 哦 还是有的 那我们该去光顾光顾 有机会的话 还是有 等一下给我们一点建议 那么最近就是也有很多的实力派歌手啊 他们到本地来开演唱会 那有没有想过跟你的妹妹潘美成 联手来搞个演唱会 其实我们在大陆做了很多场的合作 那我一直希望说能够在新加坡 也能够有演唱会 一定会一定会有一天 一定会有潘美成和潘雪晴 一起在舞台上表演 那我们就希望你带了 我们到时一定会去同场的 是 好 今天就谢谢潘雪晴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 观众朋友 现在呢我们一块来欣赏 潘雪晴的一个音乐片段 那明天呢请记得收看我们的 午后闲情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